聽著鼓聲奮力往前滑 全民運龍舟100公尺 公開組冠軍賽登場 由花蓮縣 桃園市 台北市 以及台東縣共同角逐 選手們各個全神貫注 最後是由地主花蓮代表隊 以32秒346的成績奪下金牌 也是花蓮縣的第一面金牌 是不一樣的 因為畢竟大比賽龍舟這項目 在花蓮算是第一次辦 這麼大的 算全國性的一個比賽 能夠拿到第一金其實是 已經算準備有一段時間了 因為就是大家都也辛苦 蠻精力的 目標四金 當然要拿四金 全部給他全部拿下 有信心 這次花蓮隊多為國家代表隊成員 實力相當堅強 面對這樣的強敵 退居第二的桃園代表隊員 仍表示相當開心 希望能越戰越勇 爽 大家都很辛苦 為了這場比賽 真的認真很多 努力很多 值得 值得 這第二名我愛上人 龍舟上整齊花蓮的滑獎動作 齊心為共同目標來努力 希望將連越來努力訓練的成果 發揮到最大 接下來公開組織女子組各項C事 將陸續登場 學生們都還得繼續繃緊神經 同時新聞256 花蓮壽風採訪報導 他們都還得到 谢谢观看